我想身为球迷的家长们都应该知道 多带着孩子看一看高水平的足球比赛 一定对孩子们平常的踢球有很大的帮助 那究竟是从每一几方面能对他们有提高呢 首先就是孩子们都比较善于模仿 尤其是他们喜欢的一些球星 他们喜欢的一些球队 具体到比如说某一个球员最爱做的这些动作 像内玛尔 梅西 西罗 都是孩子们非常愿意去模仿的对象 如果能让孩子多看这些球星在足球场上 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 一些特定的场面里面怎么去运用这些动作 大一点的孩子来说呢 就是他要对自己踢球的这个位置有一定的这个理解 有一点这个初步的认识 所以我们在看球的过程中呢就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后卫啊 前卫前锋 在这个不同的位置下面 他这个位置的感觉是什么样 他应该是怎么去跑 怎么去站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 这是不是有点太早啊 对小孩子来说他有没有那么快能够去感知出来 或者去认识这些比较抽象的对孩子来说比较抽象的一些概念 但是我觉得你越早给他去引导去灌输一些信息的话 他点滴的积累每天每一次看球都会对他有一定的影响 还是拿我的孩子来举例吧 我们老大他从五岁就开始看球 14年世界杯开始看的 之后也去现场带他去看 去感受去体验这个足球场的这个氛围 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个音乐在波兰这边时差没有了 所以想每天都有比赛 周中有欧冠啊 周末啊 古大联赛都可以看 整场比赛都是真是对他来说的这个帮助非常大 还有就是如果家长来说也踢球 您亲身在球场踢球时候的感觉 这个视角啊 对方向 对位置 对你自己的这个位置 还有周围的这个空间的感觉呢 它是一个平面 对吧 你的这个视野里面看到的一定跟我们在电视上看的 这个足球场的这个角度这个空间这个维度是不一样的 给孩子来多看一些这些比赛呢 也能够加深他这个三对三位空间的这种这种理解 因为他在足球场上他所看到这个空间是不一样的 他要充分的挖掘他的这个想象力了 因为有的时候你这个你所看到这是个平面 有有人在你前面挡着 但是你的脑子里能不能够想象出来 就是充分发挥你这个对空间的想象力 能不能想象出来在某一个位置 某一个地方那是有空间的 我最有时候会往那个位置去跑的 所以呢 多看比赛来说 对他这个对空间的理解 对三维跟二维之间的这个空间的转换 互相的转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所以今天就聊了一下为什么要多带孩子看看球 有这么三点 是对他是提高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咱在波兰德华莎跟大家再会 拜拜 如果您对我两个儿子这些年来踢球的经历感兴趣的话 也可关注我另外一个专栏节目叫带娃流氧 我会不定期的更新一些视频 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自然微博社接下来的节目 转评点赞 谢谢 再会